看同学犯的错误,顺便讲一下 get an item 没有ID 所以这地方 然后ARC2抓过来 其实你会发现Eclipse很聪明 会自动帮你抓很多东西 所以如果说Eclipse抓不到了 那表示Eclipse犯错的机率应该比较小 大部分都是你的错误比较多 而且它会帮你提示 甚至你拼字拼错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拼字拼错,你油不要移上去 它还会建议你修正为哪一个字 所以有的时候说真的 但这个功能是真的还蛮棒的 有点其实跟那个Visual Studio 类似的 Visual Studio其实也还蛮聪明的 类似的方式 那这种ID的开发界面就是 也当然是希望让设计者变得比较方便 其实相对也让 其实开发的人也会轻松很多 坦白讲,说真的你要记这么多东西 不太可能 而且连脑流量都说真的 也没那么大 即便你现在记得起来 你过一阵子 你怎么会记得起来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记该记的 不然什么东西都记这些东西 那你如何 UI的这部分 其他有些创意的 你根本不可能有创意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工程师 你跟他讲创意 好像有点 他已经被 怎么讲 Focus 被已经 框框框住了 说真的你要加创意 他是太难了一些些 所以 为什么我强调就是工具 其实开发工具 就是可以让你 至少有多余的时间 花在其他的地方上面 OK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 menu的键法 其实menu键法很多 我讲过 那最简单的方法 后来我发现 menu键法 每一本书都不太一样 后来我发现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 在menu里面 会有一个man 有没有 实际上呢 最简单的方法 请你们把menu键在这里 最简单 因为这有点像什么呢 自传支援档 你add之后 这边item 甚至你可以 记得先选 item 第一层是item 第二层的话 是submenu 就是说你点进去之后 还可以再有menu 就是submenu 所以他有很多层 可以这样做 那不过呢 我预设先先用item item先加两个 或者你可以把旧的那个删掉 然后再加两个item 那这两个item里面的话 第一个就是把它改 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add item之后的话 然后呢 id后面请你加上这个名称 叫做menu底线而报程 再来title部分的话呢 请你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关语 这两个地方修改就可以了 那title的这个名称 当然也是一样 我是把它打中文 打在这上面的 还是建议是什么 建自传支援档 不过我们只练习 就是大概知道就可以 那第二个是什么 关语部分 关语是这个 然后呢 在就是离开 结束的部分 所以呢 你就在这边建一个 menu pint 然后呢 这边也是结束 就两个 ok 所以改这两个之后 把它save save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menu的自传支援档 这两个 那将来如果你要更多的话 三个四个 或者是说你可以再加submenu 那submenu的呼叫方式也是雷同 也是一样的方法 那第一步完成之后的话 第二步就是要做什么 我要能够做两件事 两个方法 要实做两个方法 在activity 里面 就是第一个 我要当 我的activity 怎么样呢 被create的时候呢 我要把menu载进来 把menu载进来 载进来的时候呢 我的menu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我要能够怎么样呢 把它载入到我的activity 这样子你按menu才会 秀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方法是 当这个menu 被点击了 那他会传给你什么呢 传给你点哪一个 那你点哪一个 你就要去实做 点哪一个的什么呢 的方法 那你要去判断 到底点了哪一个 他会告诉你 那要怎么去判断 所以会有两个方法会实做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menu先键起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个程序部分要怎么run 好